101這一題 基本上還好是因為中文字都在前面 可是如果中文字在裡面 在後面 那很抱歉 這個公式就不ok了 因為它就不是laps 所以後面那個 假設你的中文字是在裡面的話 那可能又另外的公式了 難度也會越高 另外的話 當然也可以取裡面的英文 取裡面的數字都可以 工作裡面之前就有同學 他工作就是需要有這種東西 怎麼做 其實也許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先看那個範例檔的103的答案 不過因為那個難度太高了 所以也許我們等到後面再來看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另外最後把這個做完之後 ok可以walk 請你把它關掉 不過關掉之前要先存檔 但存檔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 什麼什麼下列無法儲存 無聚集的活躍布 然後請問是或否 當然是嗎 是就完了 一定要按否 為什麼 因為預設的那個檔案 是叫XLSXX 這個是沒有聚集的 一定要變成有聚集的話就是M XLSM 所以請你按否 否之後的話呢 記得浏覽一下 找到你原來的位置 找到你原來的位置 然後把存檔類型 改成第二個 好 可以特別注意 這個要注意一下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只要按4 4之後的結果就是 他會把裡面寫的VPA 都給清除掉了 也就是你寫再多VPA 存錯檔 一律沒有了 OK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存檔類型 選擇那個 啟用聚集活躍案儲存就可以 那儲存之後的話呢 當然呢 他其實是另存 所以呢 你會發現 他會另外存一個副檔名 叫XLSM 而且他的檔案呢 我把它改成 稍微大一點吧 檢視裡面把它改成那個 大圖示好了 那他差異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原來檔 這個是另外存的 有沒有 這個驚嘆號 這邊沒有 另外這個副檔名 不一樣 以後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存的是這個檔 這個檔就不OK 所以你把它關掉 假如說呢 你下一次開的話 你如果開原來檔的話 原來東西就原來的東西 那如果你要開什麼呢 開那個剛剛你做完的 記得是 驚嘆號這一個 才是有 不過他會出現這個 裡面有聚集 就是有VPA 要不要啟用 當然要 如果你停用的話 也不會WALK 所以啟用 然後按下清除 如果你按 停用的話 你按按鈕 他也不會理你 所以這一點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反正慢慢習慣 這個寫久了之後 你會慢慢發現 你就回不去了 就跟用智慧型手機 到底差不多 你會用智慧型手機 變聰明之後 你 如果拿一台Nokia給你 你可能也不能接受吧 現在誰還用Nokia 即便Nokia 他很好 就是摔不爛 從樓梯上 拿起來 還可以打 那太厲害了吧 現在智慧型手機 粉碎了 對 就要買新的了 那可是沒有用啊 在在兼顧 可是還是 就像寫程式一樣 寫習慣之後的話 我想 你慢慢就回不去了 OK 把它關掉 把它Safe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就又回到剛剛這個檔 因為剛剛那一題只是說 另外 讓你們多一個練習 那 剛剛輸出門號 清除這應該沒問題 可是底下都一個按鈕 有什麼差別 這個輸出呢 上面是公式 這個輸出呢 是結果 有沒有發現 裡面的話 輸出之後呢 奇怪 它沒有公式哦 它丟不是丟公式 它是丟最後的結果 意思是說 我在VBA裡面先處理完 處理完之後 再丟過去 所以丟的就不是丟公式 那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呢 你如果丟公式的話 變成說 你就是用 Excel的思考邏輯 在處理VBA 那 後面這個方法就是用VBA的方法 在處理事情 那當然相對後面 下面這個方法 彈性會更大 不然上面就只能丟公式而已 如果有些東西沒辦法丟公式怎麼辦 那你就沒辦法做出來 所以這個方法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特別是說丟公式 是你本來已經有的 你拿來丟 另外一個是把資料處理完 再丟到儲存歌 這個怎麼做 我待會講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除了丟公式之外 這個都sub對不對 如果說我今天我要什麼 我不要用按鈕 我希望像以前使用那個什麼 插入函數裡面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寫一個 那個我自己的制定函數 制定函數寫完之後 會在使用定義裡面 使用者定義裡面 會出現什麼 手機函數 這個手機函數呢 是我先寫好的 你們電腦應該沒有 那他的邏輯是按確定之後的話 一個蘿蔔的坑 1 電信業者 2 區碼 有沒有 3 莫碼 就是他要什麼 你給什麼 他有點像 這個叫方選 他有點是跟你互動 所以他會問你3 就像我們使用函數量 會問你問題 那你給他 他要的 他會 吐回來你要的結果 並且幫你把他返還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你會把這個做完的結果 丟過來按確定 有沒有 他點兩下 一樣可以OK 那但是問題 這個叫制定函數 可是要怎麼做 所以制定函數 待會會跟各位講 就是 但是制定函數 本來是用剛剛的方法 後來同學說 老師這個方法有點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要3個點3次 那這邊是連續的 你可不可以乾脆讓我刷一下就好了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當然可以 刷一下的話 就是把它改成叫手機範圍 的函數 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只會一個格子 而且告訴你說 你給我範圍就好了 你不用那麼麻煩 那主要就是說 如果未來 你有很多欄 很多欄 你點10欄 那不是點很久 對不對 你就刷一下就好 刷 應該會啦 連續範圍 三個給他 答案就過來了 那刷的過程 他後面就是大瓜糊 就一個陣列 陣列呢 幫你 不過陣列這邊可能要切割 待會講 上下填滿 一樣OK 所以這個兩個 制定函數怎麼產生 待會會跟各位做說明 那請各位 試著把剛剛的部分 先完成 並且切回來這邊 我們待會就講這個 處理完丟 第二個是 插入函數裡面 制定函數 來外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我們階段性的 慢慢慢慢的了解 那個 VBA的開發 最簡單就是 錄製聚集 不過錄製聚集的缺點 就是彈性 就是錄下來就是那些東西 而且 錄下來城市非常冗長 沒有 沒有章法 比較我覺得沒有 但是如果你要跨到 VBA領域的話 最簡單的就是丟公式 但是丟公式呢 就是有點像 拿你舊的那種 Excel的方式在 輸出 有點像思考模式 還是在Excel 雖然已經可以自動化 但是還是 有一點 這個落差 還是有差距 所以 怎麼樣可以 在VBA裡面做完 把結果丟到 儲存格裡面 城市的寫法 待會我們 再來看 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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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